这个反手的边打发力 首先你们的握拍 一定要对 所有反手的后场 你的拇指一定要顶在这个斜能 所有的拍子一定会有两个人脚 你要顶在外能这个方向 为什么要顶在外能呢 因为当你引拍的时候 你的拍面一定会 朝向左右两侧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用你的这个 小臂做一个外旋 主要的目的是让你转正拍面 所以你顶在外能了以后 你才可以更好的去拧动你的球拍 才可以更好的带上你的手指手腕的力 所以你要顶在斜能 如果你顶在宽面的话 你是没法旋转的 因为你的牌面会朝向左右两侧变成切拍 所以顶在斜能 然后这个边打发力 最重要就是靠你最后一瞬间 击球的时候 这五个手指头要瞬间的抓紧 一抓紧以后 你们就可以 感受到边打的发力 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拇指 它是往前走 后四个手指头 它是往后走的感觉 形成一个拧 所以要拧动成功 主要的握拍就是顶在斜能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更好的拧动你的球拍 完成这个变打发力 广义 让广大的球友受益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 和我深度交流